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现实里,每个人都会有些低谷期,干啥啥都不顺利 所以,我们都会渴望摆脱低谷期,走好运 其实,老天确实会给我们一些贵人,一些好运 如果我们发现生活里,出现这些迹象了,就要赶快抓住 这样的话,我们的运气往往会变好 现实里的麻烦事,也都会得到解决 反之,就会错过机会 01突然间,开始财运转好 现实里,如果我们在工作上,遇到了好事 比如突然升职了,突然得到了一个待遇很好的工作 或者最近做了个小买卖,特别顺 这时候,往往是我们得到了好的时机 应该迅速加大投入 多投入时间跟精力,来巩固自己的所得 这样做,往往能让自己上一个台阶 否则,一旦错过,就是错过一个发小财的机会 很可惜 举个例子 我的一个闺蜜,之前做了个小生意 一直不得其法 但是后来,突然间开窍了 收入猛增 于是,她就推掉了所有的业余活动 也不完了,也不吃了 就使劲做生意 后来,她的小生意迅速起来了 给她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这,就是她把握了转运的机会 现实里,遇到现实好转的时候,就要果断抓住机会 这种时机抓住了,往往就能极大改善我们的生活 如果错过了,那就太可惜了 02遇到有经验的人指点 现实里,有些事情 靠我们自己摸索,是很花功夫的 要走很多弯路 这时候,如果身边出现了很善心的 有成功经验的前辈 那是好事 很大的好事 我们与之真诚交往 就更容易得到他们的指点 甚至机会 这甚至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 举个例子 我在工作上,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自己花了很多学费 去学一些东西 但是没什么收效 折腾了好久 后来遇到了几个有经验的前辈 稍加点拨 立刻就有收效了 是真的有效 生活里,我们要有意识地去搜集这样的人脉 有成功经验的人 哪怕只是点评几句 都对我们很有效 03让你在得意时 遇到一些风波 现实里,如果你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 突然遇到了一些风波 那是老天在提醒你 不要太得意了 而要它是一点 其实这是上天在磨练我们的心性 是好事 举个例子 比如很多做生意的小老板 最初发财之后都跌过跟头 赔过钱 甚至把自己赚到的钱都赔光了 这就是老天在给他们提醒 让他们在其他一些方面继续改进 而后他们做生意就更加稳健了 心性也更好 适合守财 现实里,人的性格和能力 都是要经过现实打磨的 一个太顺利的人是经不起风浪的 很容易被挫折打垮 所以说,在自己能承受的时候 经受一些小挫折 反而是好事 我看过很多成功人士的传记 其实他们的成功 固然跟他们的努力有关 也跟许多偶然性有关 有些人的伤机,是很偶然得来的 有些人遇到的贵人,也是很意外的 还有些人,莫名其妙得到了他人的照顾 这些,都不是他们自己想要的 就是意外砸中了脑袋 其实,一个人命里是否有钱财 不是只跟努力有关 很可能跟三个地方有很大关系 遇到了,请把握 很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零妖有效的资源 现实里,一个人的成就 有时候跟他获得的资源 是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家里面的长辈 是行业里的成功人士 那么,他无论是经验还是人脉 都会比较强 如果我们跟他交好 就能得到很多助力 因此,我们必须具备识别资源的能力 也要懂得借助资源的力量 加速财富积累 举个例子 我认识的一个熟人 就是家里面长辈 非常厉害 他的舅舅事业很强 所以他入行的时候就很容易 得到了他舅舅很多帮忙 工资也涨得非常快 这,就是跟资源有直接的关系 现实里,我们要积极搜集 对自己有利的资源 比如他人的成功经验 人脉等等 当然,我们自身也得提高 否则,怎么跟对方交换资源呢? 怎么拿潜力,换资源呢? 02自身的性格特质 有句话说得好 性格决定命运 其实很有道理 你没办法 让一个特别悠闲的人 去跟别人拼命竞争的 他是不喜欢的 而特别喜欢竞争 喜欢上进的人 哪怕你不催促 他仍然喜欢上进 这,就是人的性格特质决定的 可以说,很难改变 这也会影响财富水准 举个例子 我知道两个业内的大牛 就是性格很坚韧 特别能吃苦的类型 他们入行的时候 都是一穷二白 但是靠着特别拼命 半年到一年 就已经开始起步了 做出了很多别人没有的成绩 这,就完全是他们的性格特质 所决定的 其实现实里 人的性格 往往是由过去的经历所塑造的 如果一个人过去 习惯吃苦 并且取得过成绩 那么 他就很善于吃苦 并且追求成绩 反之 如果一个人一直很悠闲 那他也不会太拼命 这就会造成二人的财富差距 03看生活境遇 人生有很多事情 是意料之外的 其中一些事情来了 如果当事人能抓到机会 就能一下爆发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举个例子 就好比直播这个行业 刚开始的名声不够好 让很多人不乐意做 但是 有些人就坚持入行了 也抓到了风口 赚到了很多钱 这 就是一些勇气跟运气的成分 现实里 遇到贵人 遇到好的行业机会 能够立刻把握住的人 都很幸运 但是 这也需要当事人很有勇气 并且有见识 才能把握机会 否则 只能白白错过 现实里 一个人的发展好坏 除了跟境遇有关 跟他家族的积累也有关 如果一个家族的前三代人 给后代积累了足够的人脉 经验 认知 那么后代的发展 就能少走弯路 毕竟 他们是实打实 走过人生路 并且积累到成功经验的人 现实里 一个人的命运好坏 与家族的前三代人 息息相关 具体表现在这三点 零一职场经验 现实里 如果一个家族里 长辈在职场上非常成功 那么 他们就积累了一些职场经验 包括职场技能 行业认知 还有为人处事的方法 这样后代 就能绕开很多弯路 相反 如果一个家庭里 长辈都没有成功人士 那么这个孩子 就只能依靠自己摸索 这就不占有任何优势 举个例子 比如有的家庭 父母在某个不错的行业 都坐到了很好的位置 然后就会引导孩子 去学习什么知识 技能 然后如何应对职场关系 等等 这个孩子 也就更容易在这个行业里出彩 这就是经验的传承 现实里 如果一个家庭里 没有一个混得好的人 那么孩子 什么都需要自己摸索 然后进入职场后 要走更多的弯路 来试错 这就会比较浪费时间 还可能错过机会 02家底和人脉 现实里 一个家庭的家底和人脉 直接决定了子女的事业起点 家底后 人脉广的人 可以帮孩子物色到好工作 机会很多 相反 家底和人脉薄弱的人家 孩子就要靠自己了 可能找到的 只是很普通的工作 举个例子 我大学的几个同学里 有个人家底很厚实 毕业后 大家都在茫然找工作时 他已经去了外地 一个很好的公司 待遇也是超级棒的 你说他优秀吗 其实并没有 在学校时 就是普通人 但是他家里条件好 找工作就有优势 现实里 一个家庭具有足够的金钱积累 就能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 孩子得到的教学资源 会更好 而且家庭的人脉 在孩子未来就业时 也会起到助力 03任知眼界 现实里一个家庭的几代人 如果都见多识广 那么对待孩子就会比较包容 给孩子的人生指导 也就更接地气 相反 如果一个家庭 认知特别狭窄 就很容易给子女 指点一个不靠谱的路线 举个例子 比如有的家庭 就认为女孩子没必要读书 应该立刻嫁人 可是女孩子嫁人后 不见得幸福 反而很操劳 相反 有些女孩子读到了书之后 自己找到了工作 将来的发展和择偶 都会变好 这就是认知眼界的不同 现实里 一个家族的眼界认知 需要长辈们 精力丰富 多读书 而这些认知 在指导孩子的人生时 作用也更大 更积极 相反 有些家族的长辈 认知狭隘 那么给孩子的指点 也都不切实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